先来看一下 盲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它叫一闪便多闪 但现在是不是念头字了开始 不管就闪子 我们平时都说闪子 色紫 好的 一头变多头 一头变多头 它是一头 现在是一头 通常应该是非常简单 它一晃着就变成多头 你看我的手竟然因为紧张 有一次颤抖 你还能不能把它变回去 是不能的 我还有一个 我可以变两回 但变不回去 我知道它是不是万花筒 你说的是就转 原理转的那个 它就是它不是 它是拼出来的 对它不是 也不是 不是 是上面还有东西 有 然后这是一个吸点石 一崩 然后被吸点石吸上 它掉不下来 然后把里面的东西 啪撒下来 对就是这个原理 是吗 对 因为它底线看 所以这个不能给对方检查 懂了 这一刹就掉下来了 完了你再自己给它打开往回装 再往回装 那你觉得这个可以凭多少分呢 王老师 那你一下就猜出来了 对 给个五分吧 它起码还有一下那个效果还可以 五分可以 五分可以 这个魔术的名字叫段雾还原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盒子 是吧 那么这个盒子我随便拿 也是不能给我检查的 可以检查 好看吗 可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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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就这么一个盒子 然后比如说我在里面搁个粉笔 标准的 粉笔可以检查 可以可以可以 是实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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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是实心的 绝对是实心的 那么 插入这个 怎么叫段雾复原 我 我们先要把它弄断 对不对 是吧 三二一 断了吧 是不是断了 朋友们 不是吧 它正常是不是这两边得出 不是啊 就断了呀 你看断了 对不起 我刚才是不是变错了 我刚才变错了 应该是这样的 我对不起这个道具 现在刚才什么都没有看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让它碎 碎得有多彻底 各位请看 每一截都是一截 就是碎碎的三截 然后 一下 其实怪我 我觉得可以给六分 可以 是吧 六分吧 老老师 您的下一个是 等会儿 我差一点变错 空盒出雾 空盒出雾 你看 咋有雾呢 这里 你好了吗 好啊 啊 好了 好的 看 这是一个空盒子 是的 大家看 空的 空空如也 把它关起来 我没有做任何的操作 你看 再一打开 两颗红红的爱心 你看 再一关上呢 又变成空盒子了 他这机关非常微小 我甚至不太知道它的原理是啥 如果你再结合一些手法 一会儿有 一会儿没有 对 你是推的哪 是这儿 你推 我是推的这块 还是上下的 对 上下的 你结合手法的话 这个还是有很多变法